柳丁哥哥听风的创作世界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班龟 班龟又叫做中华花龟 是台湾最常见的淡水龟 常常可以在池塘边或是水库里见到它的踪影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头部有很密集的条纹哦 那班龟它成年之后呢 以素食为主会吃一些水生植物 不排除有时候也会吃一些小昆虫 像是水质啦 或者是水上的一些小昆虫等等 那班龟呢 它一天之内其实在岸上活动的时间比较多 有时候也会在水里游来游去 是在岸上睡觉的 台湾位于雅热带 所以班龟不需要冬眠 它也不喜欢生活在温度太低的地方哦 柳丁哥哥听风的创作世界 周一晚上七点 就在YouTube柳丁哥哥听风频道 赶快来订阅哦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